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小城里有房有车,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自己也很知足 唯一让我有点不安的就是老公张凯乐 张凯乐比我小三岁,这么些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早已退去了青涩 本就英俊的脸上多了几分成熟 俗话说,男人似食一枝花,腰包里有钱了,就连说话也有了底气 举手投足间,尽显成功男人的魅力 对门的婶子爱开玩笑,老是打趣我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他还提醒我,让我把张凯乐看紧点 我嘴上说着他敢,其实心里不免打鼓 这几年,我的确帮忙照顾着孩子 忙着店里的生意,渐渐忽略了枕边人 对他的一些举动和想法都摸不清了 再看看我,由于不仅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和学习辅导 还要兼顾着门市上的生意 留在老家的双方父母的大小事情,也得及时慰问孝敬 哪里都要操心,皱纹和斑点渐渐爬上我的脸 身材也发福了不少,就连白发也不知何时越来越多 倒像是印证了那句话,女人似食,豆腐渣 唉,这样一对比,我更觉得危机重重 记得刚认识张凯乐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高中毕业生 虽然正值青春,但眼中流露出的那种与年龄不相符的忧郁 令人感到费解,但又格外吸引了 那时我以为她肯定是因为错失了高考读大学的机会而懊恼 后来我也几次和她提过这件事 但老公总是闪烁其词,从不正面回答 偶尔我问极了,她就会说是母亲那时需要前治病 或许是怕伤及自尊,时间长了我也就习惯了,不问了 怀疑的种子一旦拨下,我不由地开始留意其他的一举一动来 但我真的矛盾,很怕发现什么,又想发现点什么 有时候我会暗暗骂自己,真是没事找事 可当意外来临时,我又被这个现实打击得差点晕过去 八月底的一天,晚上吃完饭 我让女儿再写两道奥数题 老公放下手机去卫生间刷牙洗脸了 突然,她的手机响了一声,屏幕亮了 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快速地看了过去 是一条消息 哥,你真是太厉害了 后面还有一个甜甜的微笑 来自一个叫青舞飞扬的好友 头像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老公从卫生间一出来,就拿起手机看 看完后,她的嘴角上扬,似乎对这句话很受用 我心里的怒火一下就窜上来了 果然,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我刚想发作,转念一想,可不能打草惊蛇 光凭借这句话还不够 俗话说 捉贼拿脏,捉尖捉霜 我强压住心里的火 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和平常一样,辅导完孩子作业 伺候好洗漱睡觉后 等我也拖着疲倦的身子躺在床上时 老公早已经睡着了 而我此时,满脑子都是老公和别人的相眼 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眼泪也不知不觉掉下来 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们能更好的生活 我牺牲了太多时间 以至于没有朋友,没有闺蜜 也没有刻意去打扮自己 现在,我都不知向谁诉说自己的委屈 又能找谁帮忙分析情况,拿个主意 如果他真的出轨了,我该怎么办 手撕小三,搞臭老公 在孩子心里,他们的爸爸还是很爱他们的 难道我要告诉他们,爸爸是个渣男吗 我的心里矛盾极了 两种声音交替着出现,头更疼了 我一直秉持的观点就是 夫妻俩辛辛苦苦地打拼 就是为了能把生活过得更好 可为什么有了钱,男人就开始想七想八 如果出轨是真的,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我暗暗地下定决心 在我大脑翻江倒海之际 老公的憨声正浓,他睡熟了 我悄悄地碰了碰他的胳膊 他丝毫没有反应 随后我用他的手指解锁了手机 翻看老公和轻舞飞扬的聊天记录 竟然只有我看见过的那一条信息 这么干净 看来他是做贼心虚都删掉了 我不死心地点开了轻舞飞扬的朋友圈 手指不停地翻啊翻 终于找出了一张他的个人照 这个女人看着有点眼熟 我想起来了 他家装修房子的时候来过我店里 我老公还给他介绍过东西 后来只要是我店里有的 他就不从别的地方买 我确定在此之前没有见过他 有次我正好在 他来了要买卫浴 他很漂亮 嘴角有一个米粒大小的质 老公带他去了展厅 当时也没有发现什么 他订好东西 说还要看看灯具 我老公说过两天会有新货到 让他等着 我老公建议他可以先看看样品 为了方便联系发样品图就互相加了微信 我清楚地记着 当时我的手机正好不在手边 他就加了我老公的联系方式 难道 我不敢想象下去了 我颤抖着手 用手机拍下这条唯一的聊天记录 接下来我要继续搜集他出轨的证据 万一闹上法庭 他就是过错方 车房和孩子 我都不会给他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的眼睛有点肿 老公很自然地问道 怎么没有睡好 又看手机追剧了吧 我美好脸色地回了剧 水喝多了 上了两趟厕所 平静地过了两天 老公和往常一样 该干什么干什么 晚上他要抱我 我躲开了 说自己累了 其实我是嫌他脏 很快新的证据来了 9月11号傍晚 我们打算打烊回家时 他去后面仓库关电闸 手机在前台放着 我在记账 突然他的手机屏幕亮起来了 弹出一条信息 是轻舞飞扬 晚上来我家 短短五个字 却扎得我心好痛 我深呼吸了两口 赶紧翻开客户信息 找到了他家的小区地址 还知道了具体的门洞号 6号楼 三单元 16楼中户 我用手机拍了下来 张凯乐很快就回来了 他把手机装进口袋 我若无其事地和他回了家 到家没多久 他丢下一句 我不在家吃饭了 你记得接妞妞后 竟然换上了一条干净的裤子 抓起那件刚买的外套 就往外走 看到他急着去付小三之约 连女儿都不接了 我的肺都气炸了 好 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我关掉正在做饭的煤气 赶紧下楼发动车子 赶回老家去接公婆 到家他们正在吃饭 我说请他们去城里 他们看我的脸色不好 也没敢多问 街上二老 我就开车返程 直奔青舞飞扬的小区 由于天色已暗 直到下车 他们才发现不是儿子家 婆婆好奇地问 文安 这是哪儿啊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我没好气地说 来到他家门前 我再也忍不住 他趴地大力砸门 高声喊着 张凯乐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 再不 我话还没说完 门开了 张凯乐果然从里面出来了 他上前一把拽着我的胳膊 就往外走 你干什么 不嫌丢人 我怒道 不嫌丢人的是你 你还好意思贼喊捉贼 小三呢 我甩开他的手 呀 是嫂子 你看 一个女人站出来 满脸堆笑地跟我打招呼 从脸上的痣来看 她就是轻舞飞扬 谁是你嫂子 我毫不客气地回道 她愣住了 面色尴尬 我这才看清楚 屋子里除了她俩 还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和一个小女孩 刚才这一家子正在吃饭 我一嗓子把她们都喊出来了 我公婆一看这阵势 她们也都愣住了 张凯乐又过来拉着我 对着另外两位老人说 不好意思 你们先进屋子吧 别吓着孩子 我带她回去 好吧 一定好好说 都这个时候了 这个女人还在装好人 我不回去 今天的事给我说清楚 说不明白 谁都不能走 我再次甩掉老公的手 张凯乐都已经发展到 跟小三的家人 一起共进晚餐了 想到这儿 我更气了 我婆婆一看 似乎终于弄明白 我为什么让他们来了 主动缓和气氛 文 回家 妈给你解释解释 我公公也劝导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要是真有什么事 我给你做主 剧情不按照我的思路进行 本以为能捉奸在床呢 这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走 觉得没有面子 不走吧 我公婆明显帮着张凯乐 怎么办 没有抓到真凭实据 我只好顺坡下驴 嘴上说着 好啊 你们等着 这事没完 到家后 我老公说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 你还在骗我 没有什么 他给你发信息 还大晚上的约你上他家 鬼才信呢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 我有证据 我把拍下来的两条聊天记录 气鼓鼓地甩给张凯乐 谁知他一看就笑了 也怪我没有跟你说 我只是帮飞飞的女儿 办了转学 她家里人非要请我 去家里吃饭 表示感谢 就凭这两条信息 你就判我的刑 我冤枉啊 飞飞飞飞 你看你一口一个飞飞 叫得多亲热 接着编故事 我气得恨不得咬碎牙齿 老公仍不急不缓地说着 你相信我 真的就这个事 现在都开学一个月了 你也知道来城里上学很难办 正好大理的姐夫是校长 飞飞在城里有房 符合条件 但之前飞飞因为不懂具体的办事流程 她跑了好几趟都没有办好 我知道后 让大理给她姐夫打了个电话 指点了一下 这事就办下来了 所以她特别感谢我 就这么简单 等等 飞飞到底是谁 让你这么帮她 你别告诉我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 我可不信 哼 我来说吧 婆婆突然插话 让我半天都没有回过神 这事怎么又牵扯到了婆婆 原来 在张凯乐上高三那年 有一次同学家里过庙会 中午放学后 去人家里吃饭 她去得晚了点 同学们就起哄般地 罚她喝酒 张凯乐不胜酒力 又有点晕虎 年少轻狂 又爱逞强 尽管同学的父母再三挽留 让她行行酒再走 她说没事 她骑着从舅舅家 借来的新摩托车 就上路了 那时正是春夏之交 路上行人不多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骑着自行车在她面前 张凯乐从她身边驶过 听见扑通一声 她就赶紧停了下来 却看见这位老人在地上躺着 由于脑袋发昏 她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自己把老人撞倒的 她的酒一下子吓醒了 连忙骑着摩托车跑到前面的村子里 用公用电话叫了急救车 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 那位老人醒过来了 并且把她的儿子女儿都通知到了医院 我公婆也闻讯赶到了那里 老人的儿子一看见张凯乐 就要动手打她 我公婆连忙拦住她 说 她还是个孩子 有什么事我们会负责的 不要吵了 这里是医院 先看看病人 医生说 好在老人精神还不错 除了跌倒的皮外伤 没有大碍 看见了她的儿女 老人当着我公婆的面说 不怪那个孩子 是我自己高血压上来摔倒了 不要为难她 要不是她 我怕死在那儿也没人管 我公婆一听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当时就表态 愿意承担老人的医药费 他们认为 只要人没事就好 出了钱 就当给孩子买个教训 那时酒驾查处的力度不大 所以也没有闹到交通部门去 老人的儿子却不同意放张凯乐走 张凯乐只好在医院里陪着 老人总是把他儿子给他的好吃的 拿给张凯乐 他就是在那里碰见飞飞的 那时的他有十四五岁的样子 躺在床上的老人正是他爷爷 眼看老人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 张凯乐一家都松了一口气 可是事情的结局却出乎预料 老人突然有一天就死在了医院 这下出人命了 老人的儿子就把张凯乐给告了 一进宫 张凯乐就被关押在了拘留所 婆婆也急得住了院 我公婆到处托人找关系 老人的子女也找人 这案子就这样僵持着 我公婆主张解剖 老人的儿子不同意 尸体在太平间放了一周 最后法院做通了老人家属的工作 经解剖发现 老人死于心梗 与交通事故无关 老人的儿子不服又要上诉 四个月后 法院判决张凯乐无罪 可因为这件事 张凯乐错过了当年的高考 我公婆怕外人说闲话 就对外说 孩子高考学习紧 高考完又说孩子没考上 心情不好 坚持要去外面打工 所以村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对张凯乐的打击很大 此后他变得胆小了 心里有阴影 所以眼神时常忧郁 导致以后这么多年都不敢碰车 怪不得我们家买了车也一直都是我在开 无论我怎么鼓励他 他都不肯学 他不敢说出缘由 更怕我知道后离开他 老公说 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他心里还是觉得老人的死 和他多少也有关系 他从居留所出来的那年 瞒着父母打听到老人的儿子家 还带了礼物 请求去老人的坟前表示歉意 可他们把他的东西扔了出来 还把我老公骂了一顿 说我老公害死了老人 扬言说 我老公要再去他们家 他们就对他不客气 那时菲菲在上学 所以他们后来并没有见过面 菲菲第一次来店里的时候 老公就认出他了 因为他嘴角上的质太有特点了 出于补偿心理 我老公卖给他的东西 都是用质量最好的 价格按最低的 甚至是进价 一来二去 菲菲就觉得我老公实在 所以很信任他 装修用的东西 也都是从我店里买的 来的次数多了 说的话就多了 老公知道他女儿要转学 自然就出手相帮 那天 菲菲女儿转学的事办成之后 菲菲就要非要请我老公吃饭 我老公实在推辞不过就答应了 并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最后我老公说 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 如果能得到你和你家人的谅解 我就安心了 不管你怎样看我 以后只要有困难就来找我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菲菲菲觉得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法律是公正的 法院的判决也是公平的 张凯乐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人都应该往前看 所以他决定劝说他父母 放下过去的不愉快 只有这样才能活得轻松 菲菲的父母总是听女儿说 装修店的老板人实在 对他又格外照顾 女婿不在家全指着闺女一个人忙 又给外孙女转学 怎么也要当面谢谢人家 当听菲菲说 我老公就是当年 撞死爷爷的那个小伙子时 他爸爸的心情多少还是有点激动 菲菲妈妈倒是很平静地说 老头子 人家法院都判了 还能向着谁 人家又帮了咱们闺女这么多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么多年你这心结打不开 都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 咋气性还是那么大呢 经过女儿和老伴的开导 菲菲爸终于想通了 也就放下了 所以此次吃饭 除了答谢我老公 对菲菲的帮助外 也是让大家当面把心结打开 虽然菲菲前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 他们再见面多少还有点尴尬 好在有我老公的真诚 还有菲菲和他妈妈的周旋 彼此话都说开了 没曾想他们刚要坐下吃饭时 就让我给搅和了 对不起 今天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我也没有顾虑什么 我不应该骗你 你让我考驾照 可我不敢开车 那时多少次我想告诉你 可话到嘴边又没有勇气说 时间越长越开不了口 怕你知道后离开我 你那么能干 又管店里又顾家 一个女人还早早就学会了开车 当初我非坚持再要个二胎 也是希望能拴住你 希望你原谅我 好吗 老公真诚地说 原来他也担心失去我 听着他的坦白 我不由得笑了 都怪你 不早点说 害我今天出了这么大的洋相 儿子都十八九了 结婚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吗 主要是这件事和你的人品 没有关系 再说人家没有了老人 你没有了前程 更何况法院都判你无罪 人家都原谅你了 我干嘛还要揪着不放 不过你以后有事 可不要再瞒着我 你现在是有把柄在我手上啊 我一拳垂在老公胸口 我就知道文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他这么多年来过得提心吊胆 就怕你嫌弃他 现在好了 我和你爸也放心了 婆婆的眼角有泪花 电话突然响起 是辅导班老师打来的 让我去接女儿 看 把孩子都忘了 我心情好起来 我去接孩子 你给菲菲打电话 趁着几位老人都在 我们去饭店吃饭 一笑免恩仇 我给菲菲当面道歉 我抓起车钥匙 准备接孩子 遵命 老婆大人 老公还做了个敬礼的动作 看着调皮的她 我觉得生活真能捉弄人 世界好小 如果不是遇见菲菲 我老公的心结 不知何时才能打开 她又怎能真正快乐呢 现在这件事情 过去半年多了 我老公眼中的忧郁 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发自内心的快乐 压在心底几十年的秘密 也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经过这件事 她觉得我是一个大度的女人 能接纳她不堪的过去 所以更加爱我了 我也格外珍惜 现在的生活 想象着她十八九 就经历那样的事 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以及后来的折磨 我就很心疼 现在的我们 都想让对方更幸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